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前幾天 港澳辦和中聯辦分別就香港的內部事務表態 點名譴責公民黨的郭榮鏗 說他拖延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的主席選舉 而且還質疑他涉嫌違反了立法會的宣誓誓詞 以及涉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這番言論當然在社會上惹來了很大的爭議 以及遭受到市民的質疑 到底你這個港澳辦和中聯辦 有沒有違反到《基本法》第22條所規定 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 不得干預香港特區 依照《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 今天這個中聯辦就有所回應了 似乎他們就要自行地來詮釋《基本法》 這些不知算不算是釋法了 我們聽聽到底中聯辦怎麼說 他說國務院港澳辦和香港中聯辦 就是中央授權專責處理香港事務的機構 不是《基本法》第22條所指的一般意義上 中央人民政府所屬的各部門 當然有權代表中央政府 就涉及中央與特區關係的事務 《基本法》的正確實施 《基本法》的正確實施 《政治體制的正常運作》 和《社會整體利益等重大問題》 行使監督權 關注並表明嚴正的態度 這不僅是履行盡責的需要 亦是憲法和《基本法》所賦予的權力 否則這兩個機構如何推動一國兩制在香港貫徹落實呢? 真可笑 香港的一國兩制貫徹落實 是依靠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來執行的 現在你走到橫家干預 我們看看他怎樣說 兩辦就著立法會無法正常運作發聲 其正當性、合法性無容置疑 少數人身為法律專業人士 完全了解這個邏輯 但就拿第二十二條來指責兩辦發聲 不僅是對《基本法》的故意曲解 亦是對社會民意的刻意誤導 其實你只是自行解釋《基本法》第二十二條而已 到底中央人民政府所屬的各部門 為何會不包括國務院港澳辦 和香港的中聯辦 難道這兩個機構 是獨立於中央人民政府的? 我真是不明白了 不理解了 甚麼是一般意義上? 嘉義士又說這個所謂立法原意? 這樣說就不用說了 根本上這就是輸打贏要 當你有政治需要的時候 你就做甚麼都是符合《香港基本法》 這樣說就不用說了 那你這個《基本法》算是甚麼? 你這個《一國兩制》算是甚麼? 對不對? 這些完全是北京說了算 港澳辦說了算 中聯辦說了算 到底哪一個才是在破壞《一國兩制》 在香港確切落實? 大家就是有目共睹 而且第二十二條說明 是不得干預香港自行管理的事務 你不只是發聲那麼簡單 而且你作出了一些具有道向性的指引 包括質疑郭榮鏗 他有沒有違反了這個立法會宣誓的誓詞 包括指控他涉嫌 干犯了這個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這些不是純粹發聲那麼簡單 而是你指控一個人 涉嫌是干犯一些刑事的罪行 這些都不算干預香港自行管理的事務 又算是甚麼? 更何況就是 當你港澳辦和中聯辦分別發聲以後 整班香港特區政府的高級費官容官 以及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 一隻二隻就好像應聲蟲一樣 走去拍馬屁 跟著你們兩辦的說法 來照本宣課 甚至乎周浩鼎還說你所想 還說要DQ郭榮鏗 這些不是干預香港事務是甚麼 口口聲聲由特區政府的高級官員 以及香港警察 整班人經常說自己是 法治的捍衛者 我們是要擁護法治的 偏偏帶頭破壞法治的就是你這班人 偏偏帶頭破壞一國兩制的就是你這班人 基本法作為香港一部的小憲法 不是用來鉗制人民的自由 是用來保障人民的自由 一部憲法規管的是甚麼? 是規管政府機關他們的權力 當時你這個港澳辦和中聯辦可以完全不跟第22條的規管 還說22條根本管不了他們 還說甚麼法治 還說甚麼一國兩制 還說甚麼高度自治 不如一國一制 你現在根本上是通過曲解基本法第22條條文當中所規範的內容 來擴充港澳辦和中聯辦在香港的權力 就是這麼簡單 這些一定要告訴整個國際社會 這些就是所謂的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就是通過這樣來確切落實 那你就等國際社會 拆亮它的眼睛 看清楚 到底 這些所謂的一國兩制 是不是外國政客外國政府他們所想的一國兩制 如果不是的話 他們就要採取相應的行動 不應該再給香港任何 優厚的待遇 這樣才對 如果不是你豈不是很便宜 你就可以 一方面就說香港繼續行使 一國兩制 另一方面就在香港橫加干預 這些完全是屬於輸打贏 而且在你林鄭治下的香港特區 法治和憲法 仿佛就變成了 相反 法治和憲法是用來鉗制政府機關的權利才對 你不可以說市民是違反了法治或者違反基本法 只有政府機關是掌握了公權力的人才可以破壞法治 以及違反基本法 市民最多是違反法例 若然他是違反法例的 刑事的 你就會找執法機關來檢控 拘捕他 市民是不能違反法治 更加是不能違反基本法 搞清楚這件事 不要在那裡混淆 喂 法治的觀念 西方的法治觀念 是不同你中國那套所謂法制的觀念 搞清搞楚是不是 離譜了 聽到就已經生氣了 而且中聯辦今天那篇的文章中 最後一句就說到 奉勸那些顛倒黑白 內外勾結的政客 不要再為一己私利損害香港整體利益 危害國家安全 說到危害國家安全那麼嚴重 否則最終總是要為自己的行為埋單 其實這就是埋下了DQ的伏筆 說來講 他就怕著非建制派 可以在9月的立法會選舉當中 真的拼到過半 一旦變天的時候 你就可以拿這些東西出來 你就批准他 就說他勾結外國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 就將他DQ 那麼這群人到底他們在爭取的是什麼 其實他們都是在擁護這個一國兩制 希望這個基本法能夠在香港確切落實 就是要擁護這個基本法第四十五條 和第六十八條的莊嚴承諾 行政長官普選和立法會的普選去了哪裏 為什麼到現在已經是 2020年了 過了97都已經23年了 為什麼還沒有呢 當時你說到2007年就應該要有了 已經是拖延了 足足有13年了 到現在你都不是 落實了第四十五條和第六十八條的話 到底你想著什麼時候才落實呢 說得明是普及而平等的選舉 不要只懂得說23條立法才行 今天這個立法會的內務委員會又開會了 終於都是選不成主席和副主席 那整班建制派當然就是一致地圍察郭榮鏗 最終郭榮鏗就站硬 到底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 這些在議會外的說三道四 聲明 譴責 以及多名議員對他作出指控 是絕對不會有半點影響到他如何繼續主持這個會 所以如果這些人是想做任何事去恐嚇他的話呢 他就可以跟這班人說一句 限定了 這個真是說得好 你應該是堅持責善而固執 既然是按照這個議事規則來 進行會議的話 還有什麼好吵呢 這班建制派又是輸打贏要的 當初你這班人已經 通過DQ完民主派議員以後 就已經在功能組別 以及在地區直選兩邊都過半了 所以你們就已經是修改過一次這個議事規則 包括削減了所謂法定人數等等 但是你就改漏了這一條 現在才察覺 那就太遲了是不是 跟著又想輸打贏要 又說要改議事規則 這一步的議事規則已經是經過你們的修改 已經是按照你們修改了的議事規則來進行了 又不滿意 總之就是 扭曲到這些議事規則要符合你們的政治利益為止 還要這個議事規則把鬼嗎 是不是呀 只是改了他寫一條算數 就是中聯辦主任說了算就行了 用不著寫那麼多條 這樣就方便很多 去執行是不是呀 既然這個中聯辦都不受基本法第22條的規管 改了議事規則他只要一條 聽不聽到呀 為什麼這麼複雜呢 不就是下次又改漏東西 告訴你 你怎麼都改漏了 整部議事規則這麼多條 是不是呀 浪費了你們去 整班人 接著再講講這個 有一名市民今天就在觀塘站外面貼了一個文宣 這個文宣就是 諷刺習近平的 就是習近平的頭部變成了一個病毒的一張畫像 竟然間就惹來了20名的警員在場戒備 氣氛用一度緊張 然後 去到下午4點多的時候 被截查的市民和張鐵文宣的青年就帶回警署調查 接著在場的警員就用黑色膠袋遮蔽了文宣 去到6點多的時候 這一名的市民就獲釋了 就判處罰款1500元 定額罰款不知是當他癡垃圾還是怎樣 根本上這班人就是不務正業 要不要拿重案組調查這些無聊的東西 貼文宣就是罰人錢 之前有很多人貼的 那時候你確定了 那些人貼蓮籠牆就要罰1500元 如果是的話你就跟市民開城報公說清楚 無謂要市民跟錢來鬥氣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